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到这个题目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针对运气非常简单 我还已经快三岁了 也就是说我的父母亲已经七八十岁了 我们都开始面对 就是我 我的同事 我的同学 都开始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家里面的老人的问题 老人照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过 当我对这个问题稍微注意了以后 我发现 其实问题工业所潜藏着 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 那我这个演讲的设计 其实是设计给年轻人的 因为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 年轻人要承担的可能要比我们这一代要承担的 要重的多 要严重的多 不过无法 那我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就是这个问题在十年前的时候 谈的人并不多 虽然是国外的老土地区 也已经有人谈了 那不过即使是国外 或是现在在国内谈的人 许大部分都是金融学家 社会学家 甚至有一些健保的专家等等之类的 那偶尔有一些非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专家 谈到这一类的问题 我有点担心发生了很多意见 事实上根本就是 跟实际的情况完全是一事无骨的 譬如说提倡老人不要退休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特别在这边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国的感到 国的感到和学人类觉得 所以我观察一些问题的 这个切入点或者角度跟一般的金融学家 或者是工业的专家 并不完全一样 那高与社会的挑战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问题 是几乎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专家都忽略 那当然关于老人健康问题 事实上工业的专家 研究的健保的专家 其实都提到过 都提到过 不过我的角度又跟他们不完全一样 我希望我能说服大家 我的角度是相当重要的 那让我从这一本专辑开始谈起 2005年科学人的这本专辑 每一年10月号的科学人都是一本专辑 每一年都会选择不同的题目 譬如说2004年10月号的专辑是爱因斯坦的专辑 那2005年10月号的专辑 它叫做地球的极限 副标题叫做人类该往哪走 坦白跟各位说 虽然我跟这份杂志的关系非常密切 可是我一看到这个专辑 我就不感兴趣 我就不感兴趣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像这样子的标题 马上就让我想到 那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所谓的末日语言 这是一种所谓的末日语言 那其实我已经看太多了 从我开始读书以来 最有名的末日语言 在我最近50年来 最有名的末日语言 大概是1960年出版的这本书 叫做《极静的春天》 当年就很有名 最近又出版了纪念版 总而言之 它已经变成这个行里面的经典 《极静的春天》 它基本上在宣传DDT的危害 当然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DDT对人类别是什么伤害 所以环境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 这本书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第二个末日语言 1968年出版的这本书 是史丹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写的 他写 直接的环境就要人类上的 他就是警告 地球已经满门坏了 人家完蛋了 西维要用光了 所有的能源都要用光了 你看看1968年到现在 已经整整50年 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们也活得好好的 假如我们都完蛋了 也不必带一些金融光和海啸 第三个 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1970年出版的这本书 《成长的极限》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国际的专家俱乐部 所完成的一本书 基本上就是警告地球上的资源有限 我们的经济成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吃到有天 我们的经济成长要停顿 结果这本书的预言没有一个重点 虽然最近仍然出了所谓的经济版 台湾也出版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核子农天 你希望要注意 这是一句发展已经出来了 所谓核子农天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这两个超级强权 假如发生核子大战的话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是赢家 全球遭难 由于核子爆炸所产生的烟尘 会遮盖太阳 会遮蔽阳光 使得地球进入冰河时代 这是1983年 各位想想看 1983年仍然在冷战期间 而且还是在美国总统雷根的任内 这个是核子冬天 最新的 最新的末日预言 就是全球暖化 那这个是相当复杂的 不过相对说起来 那还是有一些坚实的根据的 我们现在有非常确实的证据 过去50年来 大气层里边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的确是增加了整整五分之一 这个浓度的增加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是想象出来的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是 后果是什么 那就言人人输了 那你预测不同的后果 你就会预测不同的对策 所以全球暖化 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以上都是所谓的末日预言 所以我只是想要描述 我看到科学人那本专辑的心理的反应 我认为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末日预言有哪一些特征呢 末日预言只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不灵 OK 就是不灵 不过 等到这本书终于出版 这个专辑终于出版了 当然其中有一篇还是我翻译的 读完了以后 我开始改变我的想法 我认为这并不是另外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那这本书 这个专辑里面所报道的一些事实 的确是相当重要的 那基本上当然它还是从人口 它还是从人口下手 没有错 这个地球上的人口 会越来越多 到了2050年很可能 地球上人口会超过90亿人 现在已经超过61亿人了 那人口越来越多 会造成各式各样的问题 即使没有地球暖化 也会造成各式各样的危机 那不过 重要的不在于拥挤 重要的不在于 这个人口越来越多 重要的在于 这个人口的组成 那我们事实上 就在我们现在 就在我们现在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人口 史的三大转利点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很多很重 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 其实是不知不觉发生的 就我们每一天 都被电视上 直接播送的那一些影像给抓住 我们反而忽略了 没有影像的 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譬如说 这人类人口史的三大转利点 是不知不觉的发生的 那第一 2000年开始 世界上的老人 会比年轻人多 现在是2008年了 所以老人 比2000年的时候 还要更多 那第二 从去年开始 城市的人口 会比乡村多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城乡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趋势 所以任何拉近城乡差距的努力 一定会失败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这也是商机 那意思就是说 城市必须 会不断地继续扩张下去 这就是商机 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然后 从2003年开始 全世界有一半的妇女 一生不会生超过两个孩子 这意思就是说 人口出生率会一直不断地在下降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 这是我们抉择的时刻 这是我们抉择的时刻 我现在非常怀念威权统治的时代 因为威权统治的时代 是你不用做选择的 上面有人帮你做选择 你不用做选择 你就没有责任 你要做选择 你就必须要负责任 很累 你要做选择 很讨厌 想要接上好几家店 接上好几家百货公司 买东西就很累 就很烦 有太太的人一定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有选择就有责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 有选择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错了 有选择就有责任 就很烦 就很累 而且还有一点 你要是选择错了 你要自己承担责任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谈知识价值 那知识其实是有价值的 那知识其实是有价值的 譬如说 这个从1970年代 第一次能源危机 开始到现在 那 逐渐逐渐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 解决能源不仅仅是一种 生活的哲学 解决能源 其实是一种 赚钱的行业 这种知识是有价值的 回国台来谈高龄社会 什么叫做高龄社会 高龄社会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就是 年满65岁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 这就是高龄社会了 OK 那来看看台湾 事实上十多年前 就已经进入高龄社会了 你看看 我们已经进入高龄社会 已经十几年了 到现在为止 注意到这个问题 注意到这个事实的人 到底有多少 然后很认真的 针对这个问题 讨论的人 又有多少 到了2001年 我们高龄人口已经超过8.67% 那然后这是一个趋势 2005年超过9.7% 然后到了2006年 到了2006年 就是两年以前 高龄人口已经超过10%了 我们现在高龄人口已经超过10% 你看看这个趋势 OK 那所以你看看这个趋势 是速度是越来越快 是毫无疑问的 OK 预估2030年 预估2030年 有将近20%的人口是高龄人口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 这年轻人 年轻人 你完蛋了 OK 下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数字 最新的估计 到了2050年 我是看不到的 我也不希望看到 那跟我不关 这个年满65岁的人口 要超过36% 各位 超过36%有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每三个人至少有一个人 每三个人至少有一个人 现在正在读大学的人 2050年就要退休了 现在正在读大学的人 是没有退休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退休金呢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我相信年轻人要是知道这个事实的话 他大概就不会去打game OK 虽然我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可是在我们在讨论有没有对策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了解 高龄社会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一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背景 它一定有一个历史的噪音 我们现在要了解它的噪音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设计所谓的对策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 人类寿命史的转利点 你看看 我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也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也不谈什么推翻满清 我也不谈假武之战 我也不谈台湾割让给日本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可是在我看起来 其实这些事情只是表面的现象 那不是真正的重要的决定人类前途的大的现象 事实上还有一个人类寿命史 人类寿命史的转利点 根本就是我们生活的经验 人类寿命史的转利点 人类在20世纪空前绝后的成就到底是什么 谁知道 我要特别强调空前绝后 所以你不要说上月球 空前绝后的意思是说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人以后还会再上月球 你放心好了 人类在20世纪空前绝后的成就是什么 就丙金寿命增加一倍 我这很可怕 千万不要轻忽了这一个事实 千万不要轻忽了这一个事实 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一倍 与生命的每一个层次的期望 人生观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每当我们当年 你想想看 我们回首看一些诗词 什么引刀撑一块不负少年头 你以为那很伟大 他已经快30岁了 或者是已经20多岁了 未来也没有几年可活 死了也就算了 假如你知道你会活到80岁的时候 你会那么样的慷慨从容吗 这就是我的意思 人的寿命增加 会使得你人生观 都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其实 古代也有人锐 所以我刚刚一代的强调 我谈的是平均寿命 我谈的是平均寿命增加一倍 这并不是说 古代的人 没有人活超过40岁 虽然我们都知道 4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关口 你要是不相信 想想看 岳飞什么时候死的 39岁 文天阳什么时候死的 39岁 你要是认为 这两个都被杀的不算 可以 我再告诉你 郑成功什么时候死的 39岁 虽然是这样 尽管是这样 在古代有人锐 古代也有人活到高寿 古人也可以活到百岁 那不是盖道 真的 古代也有人可以活到100岁 你不相信我举几个例子 你看看 孔子可以活到72岁 孟子可以活到82岁 亚里斯多德可以活到60几岁 所以活到60岁 活到70岁 活到80岁 都有人活过 而且这些人都是有名的人物 这是千真外绝的事实 所以并不是说古代的人 没有人可以活到高寿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 你要是了解这个寿命的话 你就知道 孟子曾经活到80多岁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说70岁可以食肉 就是说我可以吃 你们不能吃 懂这意思没有 不过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出在 在古代能够活到50岁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按照我父亲的说法 即使在20世纪初期 在我们家乡里 那是山东 乡下的地方 你要是活到50岁 你还活着 你即使是身体很硬朗 你也得拄着拐棍 老人就得有老人的样子 所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西 这是写食 这不是作诗 这跟白法三千丈完全不一样 白法三千丈那是作诗 人生七十古来西 这是写食 所以我们要谈谈 限制人类寿命的两大因素 限制人类寿命的两大因素 一个是营养 一个是传染病 你要是知道这两点以后 我们再回头看 那这个人生最脆弱的阶段 是在出生的第一年 是在出生的第一年 你要看任何一个社会 它的公位 它的卫生的程度 它的医疗保健的先进的程度 你只要看 婴儿在第一年的死亡率就可以了 那人生最脆弱的阶段 在出生之后的第一年 因为新生儿最大的性命威胁 就是营养跟传染病 怎么说呢 新生儿有非常特殊的发育需求 所以她需要大量的营养 这是第一 第二 偏偏偏 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身体里面免疫系统 并不成熟 这就是为什么 要喂母奶会比较好 因为妈妈可以把身体 自己身体里面的抗体 传给婴儿 来保护婴儿 那新生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 特殊的营养需求呢 那是因为脑子 那是因为脑子 孩子生下来以后 身体主要的器官 发育最快的就是脑子 那偏偏脑子是非常消耗能量的器官 谁知道脑子为什么那么消耗能量 因为脑子永远不休息 你不要相信脑子会睡觉 假如脑子会睡觉 你不会做梦 脑子跟肌肉完全不一样 肌肉你不用它 它就在休息 脑子是永远不会休息的 所以脑子需要非常大量的能量 一个成年人 他一天摄取的热量 至少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是供应大脑的需求 那孩子生下来以后 脑容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增加三倍 我举几个数字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不妨抄一下 以脑容量来计算 刚出生的时候它是一 满六个月以后就变成二 满两岁以后就变成三 满四岁的时候变成四 也就是孩子生下来以后 在四年之内脑容量要增加三倍 你看看他需要多少能量 那脑子的重要性还在于 还在于脑子要是长得不好的话 你的身体也长不好 因为身体的发育是由脑子来控制的 所以新生儿需要非常庞大的营养量 直到一个世纪以前 也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又到十九世纪末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人类才开始挣脱营养不良 与疾病的折磨 你看看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不到四十岁 美国人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长大的 至少我从小 我们就觉得美国是天堂 一想到美国立刻就想到天堂 我还甚至以为上帝住在美国 可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美国人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 然后到了二十世纪第一年 二十世纪第一年是哪一年 一九零一年 一九零一年 美国人平均寿命到四十九岁 才四十九岁 然后你看看 这个进展并不快 进展并不快 1917年1919年 美国人平均寿命五十一岁 我为什么漏掉一九一八年 因为1918年 美国人平均寿命是三十九岁 谁知道为什么 爆发了世界型大流感 1918年 从九月到十二月 美国人一下就死掉四十万人以上 所以平均寿命一下突然降了 降到三十九岁 还不到十九世纪末的那一个数字 所以现代医学真正兴起以后 现代医学在我看起来 应该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因为大概1940年前起 基本上发明了黄安药 然后到了1940年的中期 发明了盘吉西林 所以这个医学才发挥非常大的威力 那现代医学的兴起 所谓现代医学的意思就是说 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叫做西医 那事实上西方人现代科学 就是现代科学 我们可以追溯到大概亚里斯多德 也就是西元前2500年 2400年 那那么长的时间 超过2000多年 这个科学没有发生什么样 了不起的重要的冲击 那一直到19世纪 那科学才直接影响到医学 改变了医学 再对人类的健康有冲击 现代医学是在19世纪成熟的 那不过我们在歌颂现代医学之前 我们必须要理解传统社会的疾病 那传统社会的疾病有哪些特征呢 传统社会的疾病都是单纯的传染病 比如说19世纪才出现的霍乱 我不晓得各位感觉怎么样 我们小的时候听到霍乱 好像是天大了灾难一样 那我当一个小孩子不懂事 所以我很喜欢有霍乱 因为每一次一爆发霍乱 西瓜的价钱就会下降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那简单来讲就是传统社会的传染病 你说我挡到了 传统社会的疾病都是单纯的传染病 什么叫做端层传染病 端层传染病就是有明确病源的传染病 什么意思 就是由单一因子造成的疾病 霍乱是由霍乱菌造成的 肺结核是由肺结核菌造成的 肺炎是由肺炎菌造成的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造成的 就是单纯的传染病 OK 那单纯的传染病 你只要控制单一因子 你就能够防治 所以能控制单纯的传染病 事实上不仅仅是医学发挥了功效 我们也千万别忘记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 其实是在不断不断的逐步改善了 进入20世纪以后 改善的速度更快 在我爷爷那个时代 没有人天天洗澡的 我父母亲还要经过一番训练 才知道必须天天洗澡 所以任何一个学工位的人 大概都知道 有这么一张有名的图 这张有名的图是苏格兰 是英格兰跟威尔斯的 一个流行病学的图 非常精彩 从19世纪上半叶 一直到20世纪中叶 你看肺结核的死亡率是直线下降的 并不以重要的医学的进步而加速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只要改善环境 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公众的健康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健康改善 我们的寿命增加不完全 是医学所造成的结果 环境改变了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环境改善 医药进步 人不再受营养疾病问题折磨 然后平均寿命自然而然就增加了 高龄社会这么出现 就那么简单 即使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即使是发生过 人类在 美国人在日本丢过两颗原子弹 都没有阻止 都没有阻止高龄社会的出现 高龄社会出现其实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因素造成的 人类绝对寿命没有增加 所以刚才有人提到 发行人提到说是有人预测 由于什么人类基因组计划 完成了我们的科学进步 人类可以活到200岁300岁 不要相信这种事 没有任何的根据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没有任何的证据 显示人类的绝对寿命 曾经增加 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在理想的状态之下 究竟可以活多久 最长寿的人也不过120多岁 而且现在假如有人告诉你 他120多岁的话 你应该怀疑他 理由很简单 120年前有很好的户籍制度吗 再说一遍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人类的绝对寿命 曾经增加过 绝对不会增加 OK 而且还有一点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也绝对不要增加 你想想看蒋夫人 我有时候觉得死亡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脱 因为你认得的人 就全部都死光了 你还活在这世界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趣味呢 OK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高龄社会 那高龄社会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高龄人口的健康问题 关键在于老化 关键在于老化 就在传统的社会 很少人必须要面对这一个问题 传统社会 绝大多数的人都活不到50岁 很少数的人可以活到70岁 活到80岁 OK 现在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活到60岁 60岁过世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要面对老化 所导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老化所引起的健康问题 以往在过去的时代 人类所面对的健康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过了 在传统社会里面 人类所面对的健康问题 只有两大因子 一个是营养 一个是单纯的传染病 可是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健康问题 是老化导致的健康问题 老化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老化是一个自然过程 千万要注意 千万不要相信老化是不自然的 老化是自然的 不老化才是妖怪 老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老化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老化是系统的崩溃 系统的崩溃 单一因素造成的问题 控制那个单一因素 你就能够控制所有的问题 可系统的崩溃就麻烦了 这叫做福德东来西幼岛 没救 为什么老化是系统的崩溃 所以你要了解更深刻的 你要对生物学的最基本原理 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你要了解生命的意义 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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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意义就是 是创造宇宙剂体的生命 我并不是因为怀念讲功才引用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这句话一语道破 生物学最根本的一个原理 什么叫做创造宇宙剂体的生命 生殖嘛 身体只是一个生殖工具 生存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生养下一代 身体既然只是一个工具 那老化身体就是什么呢 臭皮囊 总归一句话 那就是天地不人 人过五十岁 老天爷都不看顾你的身体了 各凭本身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是老化所导致的复杂问题 复杂就是多因 不是单因因素 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有特效药 什么叫做特效药 特效药你要真正了解什么叫特效药 你看英文 比较容易理解 特效药英文是specifics 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别的因素 发展出来的药 那叫做特效药 那叫做特效药 多因是没有特效药的 只有单因才可能有特效药 多因绝对不可能有特效药 OK 复杂多因的健康问题 科学医学并不擅长 我已经讲过了 科学医学最擅长的是对付单因 潘基基因出来以后 绝大部分的细菌感染 我们都可以治疗 那等到粒酶素出来以后 肺结核都可以治疗了 可老化是不可能找到 这一类的特效药的 OK 所以现在医学 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了 因为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不善于处理多因的问题 可是病人的期望是很高了 所以每一个人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 都抱着很高的期望 没想到医生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病 医生也不了解你 为什么会这边偷那边痒 后果是什么呢 然后 现代型的医院成本席端得高的 你想想看医生要受多久的训练 才能够当主治医生 你想想看 我们在台湾 你至少 从18岁开始要读7年 读完了以后你还是小医生 什么都不是 你要经过一番训练 那又要七八年 你才有可能担任主治医生 超过30岁了 他当然要收你很多钱 他当然不屑跟你多说话 他时间很宝贵 他已经浪费十几年在那边学医 他现在要赶快趁着青春 还在的时候去赚钱 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医病关系恶化 这是一定的 这是逻辑的后果 这里面涉及不是说是人心险恶的问题 这是很自然而然的 必然是这样发展的 到这个时候 我们反而会很怀念 传统的医生 这幅画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 是1891年第一次公开展览 是一位英国画家所画的这一幅画 他在描述一个传统医师 你知道吗 在20世纪以前 医生治病 其实没什么药 特别是西医 这跟中医还不一样 没有什么药来治病的 绝大部分 绝大多数的时间 医生只能坐在病人旁边 沉思 可是他不是很冷酷的沉思 他不是在沉思宇宙的道理 有很同情的在看这个病人 这幅画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这幅画真是勾勒出来 我们对于医病关系的一种理想 那在传统社会里面 这一种医病关系 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因为医生知道 他对病人没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他唯一可以给予的就是同情 这跟现代医生完全不一样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医学的困境 其实已经有太多书在讨论了 不知为什么 台湾注意到这个问题 人并不多 譬如说这本书 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本书 我建议任何一个号称 自己觉得很伟大的是大学 你要去查 假如他的大学 他的图书馆里面 有这本书的话 他才有这个很狂妄 台湾没有一个大学里面有这本书 那假如找不到那本书的话 看看这本书也好 这是我翻译的 那最后三个chapter 最后三章 是讨论现代医学的困境 我觉得严简易改 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 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高龄社会的第一个挑战 我说过了 就是老年人的健康照护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 老化身体的特色 老化身体有什么样的特色 就是有个性 有个性 什么意思 就是人与人的差异在老年扩大 年纪轻的时候 我父亲讲过一句话 就是人没有受不了的罪 只有想不了的福 这太对了 年纪轻的时候 不管身体好身体不好 大家都 什么样的苦难都熬得过 你知道吧 年纪轻的 大家的身体 没什么差异 虽然可能在先天上 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 可是年纪轻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就到了年纪大了 过了50岁了 人与人之间 先天的身体上的差异 就显露出来了 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差异 在老年中会放大 这就很麻烦 这就相当相当的麻烦 因此 老年人需要个别化的医疗照护 所以你年纪大的人 千万不要你说 看看某一个人 吃了什么东西 觉得不错 那你也跟着吃 他吃有效 你吃不一定有效 这就是我所谓的差异化 就是老年人的身体 是有个性的 可是个别化的医疗照护 老天爷 成本极端的高昂 成本极端的高昂 简单地讲 科学医学是有失而穷 那20世纪最大的骗局 21世纪 就是本世纪最大的骗局 可能是什么 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 那就是健康体育 老年人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老年人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各式各样 你看台湾 台湾的所谓的生物技术产业 就是生技产业 绝大部分都是在卖保健食品 换句话说 绝大部分都是在骗人 OK 对策 对策是什么呢 知识的力量 看看学者已经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人际关系 是极为重要的健康因子 这是学术性的语言 你要是听不懂的话 我把它翻译成 通俗的语言 也就是说有配偶的人 身体状况比较好 不过 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已经亮起红灯了 所以我们就要谈高龄社会的第二个挑战 婚姻制度 人类的婚姻制度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要从自然识开始谈起 这也是我的本行 人属于哺乳类 什么叫做婚姻类 我们马上就会谈到 在婚姻类里边 人类的性向几位特殊 又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 什么叫做性向 性向英文就是sexuality 与生殖直接有关系的 解剖生理跟行为特色 叫做性向 那布鲁类的两性关系 那布鲁类的两性关系 我们用了《小鹿班比》这部电影 就可以看出来 想想看《小鹿班比》 还有人记得吗 不会忘了吧 《小鹿班比》 《小鹿班比》的特色是什么 雌性自己生自己养 我从来没有说服过我老婆是这样的 所有哺乳类除了人类以外 雌性都自己生自己养 你只要看到一个动物 雌性自己生自己养了 大概就是哺乳类 哺乳类的雄性 都不负担任何养家活口的责任 各位妇女同胞们 你们很幸福 什么叫做自己生自己养 他自恶来他自狠 我自一口真气足 这九阳真金 布鲁类的雌性都练过九阳真金 练得都相当好 人类性向的特异之处在哪里呢 人类的性向特异之处有三点 性真 女性有持续的性真 家里养过狗养过猫的人 应该都知道 哺乳类的雌性 在不生育的时候 没有乳房的 和人类不一样 女性进入青春期以后 然后人类的两性关系 是长期合作 共同抚养子女 你看看我们的诗人 在形容爱情的时候 他没有找其他的哺乳类 做对比 做比拟 我们说在天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二 我们跟鸟 我们跟植物做比较 因为人类 根本就不像其他的哺乳类 OK 人类是两性 长期合作 共同抚养子女 而哺乳类 绝大部分是 只有雌性 自己生自己养 不需要雄性合作 然后人类的性行为 讲究私密性 关键在于 所有的 所有的特色 关键在于就是长期 人类两性关系 讲究是长期的关系 你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想象我们的祖先 的情形 这是一张科学插图 科学插图讲究是精确 它每一个细节都有意义 你看看 这是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女人 不用我多说了 表面上看起来 它是夫唱夫随 可是你仔细再看 你看看这个男人 心事重重的 垂头丧气的 OK 理由在哪里 理由在于你看看 猪胎暗结 它跑不掉 然后你看远远 另外一个 有一个哺乳类 这个大象代表 所有的哺乳类 然后你看它的牙齿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雄性 它在远远的 就嘲笑这个男人 卡哈 你跑不掉了 除了人类以外 其他哺乳类的雄性 都不负担养家活口的责任 只有人类 还有特别要注意 人类的两性关系 其实超越了生养子女 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 人类的两性关系 基本上关键在于长期 长期 它不仅仅只是为了生养子女而已 人类每一对男女都在社群中 长期失守 这是非常独特的 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 林长类的背景 人跟两种不同的非洲猩猩 来自同一个祖先 800到600万年前 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的道路 我要提醒大家 所有的科学插图 其实都讲究精确的 它每一个特色都是有意义的 没有装饰性的 所以你要是看懂这张图的话 你就不会想到一些 不必要去问的问题 譬如说每一次我讲完人类演化 总有人会问 老师 动物园里面的东物 最后会不会变成 不 动物园里面的星星 最后会不会变成人 你要看懂这张图 你就知道当然不会嘛 OK 因为800万到600万年前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星星就是星星 人就是人 这是黑猩猩 这是黑猩猩 那跟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 那这是另外一种黑猩猩 叫巴诺不原 这是最近三十年 最近二十年 这个非常红的一种猩猩 OK 这跟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所以我们谈 两性关系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性的生物功能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性 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能 性的生物功能 其实我刚刚已经谈到过了 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一座机器的生命 简单来讲就是生殖 性只有一个生物功能 就是生殖 但是 但是有一些物种 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OK 人与巴诺不原 都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譬如说 本诺不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 是把性当作社会互动的润滑剂 这话什么意思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那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各位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 都是告诉我们 过社会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越是违反人性的东西 越是需要从小灌输 比如说从小就有人教你 什么要孝顺父母 要尊敬师长 事实上 社会生活充满了挫折 社会生活充满了阴暗面 这本书讲的最好了 为什么斑马不会得魏魁阳 我先跟大家说 他讲的是对的 斑马真的不会得魏魁阳 这边魏魁阳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压力而引起的身心症候群 斑马不会得魏魁阳 斑马不会感觉到社会生活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并不复杂 高等领长类 还有我们人类 过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 因此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挫折 压抑与压力 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根本不要衰减 为什么要衰减什么忧郁症 每一个人都忧郁 因此巴诺不原 利用性来疏解社会生活的压力 利用性来作为促进社会互动的润滑剂 利用性解决各式各样的冲突 利用性消除各式各样的心理压力 所以你去观察巴诺不原 那真的是像一个极乐天堂 什么事 都靠性来解决 这是巴诺不原 不过人 不过人也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那人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 跟巴诺不原 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功能完全相反 那就是 人利用性来创造 崭新的社会关系 什么意思 那就是夫妇 那就是夫妇 利用性来创造 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夫妇 夫妇必然来自异性 这是废话 我千万要注意 我这个性是什么意思 异性 夫妇必然来自异性 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 为什么 因而创造了复杂的社会 异性是什么意思 异性就是不同的家族 不同的家族透过婚姻而结盟 可以创造比较复杂 比较庞大的社会 这就是人类学的联姻理论 简单来讲就是 婚姻制度创造了复杂的社会 婚姻制度在本质上 其实是男人分配女人的协议 我家有女人 我不用 我给你用 你家有女人 你不用 你给我用 我们利用女人交换 达成 便宜 然后 利用婚姻 来制造政治结盟 因此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 所以婚姻制度是政治结盟的手段 千万要注意 这是婚姻制度的本质 因此 你假如想要了解 婚姻制度的重要性的话 你就看看这一条证据 十戒 十戒的最后一戒是什么 不可贪恋敌人的妻子 这件事情重要到这个地步 需要上帝来亲自下命令 OK 你绝对不会发现 实际里面有一条说 吃饭的时候不可以掉米粒 这些事情太不重要了 所以用不着上帝来下命令 上帝来下命令的事情一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向男人喊话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是男人分配女人 你一个我一个 你不看我老婆我也不看你老婆 那我们才能够和平相处 我们才能够共同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婚姻制度是政治结盟的手段 那当然就与当事人的意愿毫无关系 你想想看所谓的传统婚姻是什么意思 传统婚姻跟当事人的意愿毫无关系的 那这个样子的婚姻怎么样维持 所各种社会力量约束 OK 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 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第一个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现代社会 各位什么叫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就是 这就是现代社会 你要是还不懂 这部电影 十一年前的一部电影 不想为什么在台北市上演的时候看的人也不多 所以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看过这部电影 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那这个你很难想象是 是Wesley Snipes 居然是演一个非常斯文的人 然后这是我最心仪的女人 Kinsky 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现代社会什么意思呢 现代社会就是人人都生活在陌生人中的社会 各位你知道你家隔壁的邻居姓什么吗 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搬进我现在住的公寓已经超过十年了 我根本不认得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也不认得我 我期望他们也不认得我 这样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你现在懂这逻辑了没有 在现代社会里面支撑婚姻制度的传统力量生动 因为人人都是陌生人 你千万不要忘记 什么叫做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的意思就是说 你出生到死亡 你的活动范围不超过方圆百里 因此 你到处都碰到你认得的人 或认得你的人 也就是说 你到处都有人监视你 支撑婚姻制度的传统力量 就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 你现在懂了没有 熟人最讨厌 两个人一起逛个百个公司被人看到 马上就传回来 烦 甚至八卦 八卦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力量 人为什么会演化出那种八卦的心态 因为八卦是非常有用的社会监控手段 东家长 西家短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你敢做坏事吗 所以违纪婚姻制度的社会监控瓦解了 八卦的天性也无所失其迹 你仔细想想看 你一个办公室 你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 你不认得我的邻居 我也不认得你的邻居 我有一肚子八卦 我讲给谁听 所以我们需要一本一周刊 你也看了 我也看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谈 你现在懂这逻辑了没有 所以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可真正的问题是 什么叫的爱情 什么叫的爱情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大哉问 各位 什么叫的爱情 什么叫的爱情 给你一个答案很简单 爱情是抛弃的借口 你仔细想看 你仔细想看 你为什么爱我 我能够说你漂亮吗 我能够说你身材很好吗 我能够说你爸爸很有钱吗 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吗 我就爱你怎么样呢 既然是莫名其妙的 那当然也可以莫名其妙的不爱了 不是吗 因此在现代社会里面 离婚率相当的高 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 是因为相信爱情 OK 雪上加霜的是 哈哈 二十世纪空间绝后的成就 人的寿命增加了一倍 可怕 可怕 年纪轻的时候 可以随便乱说 什么我爱你一辈子 海枯石烂 什么等等之类的 等到你能够活八十岁的时候 就很累了 婚姻成了监狱 你仔细想想看 有什么样子的刑罚 有什么样子的刑罚 比跟同一个人一起共同生活六十年 还要可怕 所以人类两性关系的特色 女性持续的性增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事实上在寿命增加以后 这个都不重要了 OK 然后性行为是秘性 它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利用色相 利用独占 来维系这个婚姻关系 然而 海誓三盟 因由在 只是朱元改 以色是人者 色衰者爱之 但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里面 你要亲眼看到你心爱的人 容颜衰老 心灵弱智 变成一个你完全不认得的人 当年 我们每一个平均只活四十岁 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你可以随便乱说 什么爱你一辈子了 你老的时候我还是爱你了 那四十岁嘛 那容颜还没有衰老吗 当然可以这样说了 你现在敢这样说吗 你没办法预测 你知道吗 你甚至没有办法预测 一个人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OK 长寿带来的问题就是 把婚姻变成监狱 所以高龄社会的挑战有两个 一个是老化 一个是婚姻 那老化我们大概可以靠教育 培养好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培养好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严格讲起来就是说 人到老年以后 事实上对痛苦的容忍的程度 是要相对来说高很多的 大风大浪都经过了 什么不知道 什么东西不能忍受 基本上要有心理上的支持的力量 所以这个大概有可能 大概有可能靠教育 婚姻呢 婚姻呢 能够靠教育吗 能够靠所谓的人缘之间的 社交技巧吗 我是有点怀疑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 我们需要更多精确的知识 我们现在对于老年人 不管在健康状况也好 婚姻状况也好 我们精确的知识不够 非常有趣的是 在19世纪的时候 我相信在19世纪的时候 一般说起来 在第一流的医学中心的医师 对于人的身体的认识跟了解 反而比现代的医师要深刻 因为当年 当年的医院跟现在的医院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医师都要仔仔细细研究他们的病人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医师 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仔细了解他们的病人的身体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身体以及心理 我们的知识其实是不够的 可是知识有时而穷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其实高龄社会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待的问题 那这一类的问题呢 只能靠社会共识来解决 我这个演讲目的是在唤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瞩目 我们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社会共识 那剩下的时间就请大家指教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这么精彩的精辟的演讲 那个 我想我在这里是最老 所以我是非常地注意 当然像对那个 因为王老师刚才也说过 他本来这种演讲是想在大学里头 对年轻人所讲的 也就是说大学教育 目前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如果去教年轻人小孩子 如果去应付以后 二十年三十年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如果去 要他们去能够有办法去应对挑战 好 我就请在座的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系统是怎样子的 您可以把那问题写下来 那就交给那个同学 让我们都把它收集起来 请王老师自己挑选 如果是很多的话 他能够找到一些他觉得愿意回答的 他就回答 不愿意回答 他就拿起来放在口袋里头 去带回家去了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这边 这个 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所谓的近亲交配 如果我们排除掉道德的观念 那么可不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 基因存化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第二个问题 生殖的目的 究竟是以生殖下一代为目的 还是说在生物上来看 它只是偶然的 不过第一个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近亲交配 在自然界有非常明显的倾向 避免近亲交配 事实上从最低 所谓的低等动物 或是所谓的简单的生物 一直到最复杂的生物 都有这个倾向 这不仅仅是人类的 所以 这不是人类发明的 只不过人类利用这一种天性 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人类发明的是这个东西 那你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是性的目的 那毫无疑问的 你假如连这个都不接受的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讨论 就对我而言 生物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生殖下一代 没有别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 另外一个更为深刻 或更为基本的生物学 最根本的假设 什么叫做生物 各位 什么叫做生物 生什么意思 生什么意思 没有 生的意思是生殖 OK 所以 我下的定义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生物 生物就是会死的东西 不会死的东西 不叫做生物 那我下这个定义真正的目的 是希望引起你的兴趣 你要追问第二个问题 那既然会死 为什么要生 所以那我就会回答你了 那生的目的就是要生殖下一代 所以我死了不要紧 我的下一代还活着 OK 这是生物学最根本 最基本的原理 假如我们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我们下面就不要讨论 OK 所以我们说什么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没有这回事 要生 生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问题吗 我这边有一些问题 我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 如何教国中生了解高龄社会的严重性 我在猜国中生是不大容易了解的 假如我是国中生我也不会了解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大概从大学 大学的时候 从大学的时候 特别是现在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 所有的现在大人 都有义务告诉年轻人 他们的前途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要说实话 今天上大一的学生 仔细想看 今天上大一18岁 今天18岁 42年以后60岁 今天上大一 42年以后60岁 42年以后就是2050年 2050年社会上的老人超过三分之一 那太可怕了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实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告诉他们 这一个现实 OK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就是简单地讲 就是我主张说真话 那 对对对 因为我有主观性 很舒缓 小姐说可否再说明一下 有配偶的人是如何增加她的心性健康的因子 没有 这是一个统计数字 OK 就是说我们把 譬如说我们把 65岁到75岁的人抽样出来 然后调查他们的婚姻状态 跟他们的健康状态 我们很容易发现 有配偶的人 平均说起来 这完全是平均数 平均说起来 这个比没有配偶的人 他的健康状态要好 这是事实 OK 这完全是一个平均数字 每一对夫妻都有每一对夫妻的问题 或者是秘密 这我们不知道 那怎么样好 老实讲 这是太困难了 我不相信 我们可以 我这不是 我这个 我这不是唯一夫人性相 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 这样子 根据一些统计数字 你会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 也不是有趣的 其实是悲剧 我们都知道女人比男人活得长 我们都知道 女人比男人活得长 可是同年龄的女人的 同年龄的老人 同年龄的 女人平均说起来 她的健康状态比男人要差 谁知道为什么 非常简单的道理 不要想 你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想这个问题 像这种 这一类的问题 你要用尝试 而且用直觉 比较多女人活到90岁 比较少男人活到90岁 所以能够活到90岁的男人 她身体 当然是比女人要好 很简单 很简单 90岁的女人 平均说起来 她的身体状况 比90岁的男人要差 理由很简单 因为很 因为男人必须真的很棒 才有可能活到90岁 没有 我再随便只要说一句就行了 那就是 老年婚姻真的是很困难的 真正的原因很简单 年纪轻的时候 你为了很多琐事 缠身 很多 比较深刻一点的问题 不会发生 假如你一天到晚为了三餐 你为了生活 打拼 然后为了养育孩子 伤脑筋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想什么心灵生活 年纪大了 孩子长大了 你突然一下子 不得了了 家里只剩下你们两个人 特别是这个妈 只有一层楼的时候 那你会疯掉 你现在懂我的意思没有 那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刚刚说过了 老年人的身体 他变成他自己 每一个老年人的身体 都有他独特的个性 千万别忘记 每一个人 到了老年以后 他的心里也有独特的个性 年纪其实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这个发誓都没有 我保证我40岁 或我60岁要怎么样 没有用的 你知道这个逻辑有没有 你到了时候 所以老年夫妻 我个人的感觉是 最大的困难在于 共同成长 这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我自己想要追求什么东西 我自己控制我自己的命运 那个是相对说起来容易多了 你要控制你的另外一半 那你会疯掉 你现在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就共同成长是太困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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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有 抗争性的问题 你鼓励年轻人做生小孩吗 当然 当然 不过这要有配套措施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真的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正视 我提出来的对策就是勾建复国 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反攻大陆了 连勾建复国都忘了 所以大家不知道我在说勾建复国什么意思 勾建为了复国 你家里假如生一个女孩 政府给你的补助 比你生了一个男孩还要多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政府鼓励生育 你生一个女孩 政府给你的补助 要比你生一个男孩还要多 这就是鼓励人 这是一种人口政策 这是勾建复国的人口政策 这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政府真的要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只能靠政府来做 只能靠政府来做 不过我们要求政府做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形成社会共识 就是说大家要认识到 第一有这个问题 第二这个问题很严重 然后我们才可能 以集体的力量压迫政府做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年轻人 你为了希望在你退休的时候 能够很安心地退休 你当然要多生养嘛 你要不要转嫁出去嘛 你看知道这个意思没有 你想想看 假如我们维持现在的生育率 到2050年 超过三分之一都是老人 这是什么世界啊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再猜是不可行的了 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爱情 你知道吗 就是说关于离婚率高这件事情 其实有两种不同 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就很悲观 你看离婚率很高 现在正在结婚的人 十年之内有一半也会离婚 或者有三分之一会离婚 这我乱讲的 不过这当然也接近事实了 你碰到这种事实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有完全 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悲观就是说 不可靠 爱情不可靠 可是你往另外一方面来看 你看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要结婚 即使是报章杂志上 充斥了各式各样奇怪的故事 而且我们事实上 在我们人生经验里面 我们也知道有那么多奇怪的故事 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要结婚 所以这个事情 我再猜 大概不能靠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也不相信会得到共识 千万别忘记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改革 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靠政府下命令 你必须要有社会共识 没有社会共识的事情 大概不会变成政策的 好 下一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说过 国中生大不容易 而且我在猜 让你们稍微快乐一点吧 有一个是武德费先生 他说 基本上他说 问你对哪个危机 的制度是有什么看法 奇人绝非福 你要是了解女人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不用讨论的 我太太经常给我机会教育 家里假如有两个女人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三个呢 还有问题吗 忘记我跟他讲的话 应该是最后一步的怕 应该是谢瑞也跟他说 他说齐林先提出这个问题 你看看他的 他是在感激我的答案 要不要那个 谢小姐 你在吗 你自己问好了好不好 你好 是一场学习的过程 这个精彩的过程 你能做到我当年杂志吗 对啊 您说 对对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清楚地知道 从我自己的 从我自己的同学 从我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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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在同年纪 那我那个时候 我十年前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父母亲身体还非常的好 我听到我同事的故事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那我现在 从五年前开始 我的父母亲身体在走下坡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更为深刻 而且还有一点 基本上就是说 对于现代医学的 现代医学的这个困境 在以前我也不会感觉到这个样子 你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母亲 她就觉得她是手痛 去医院里面看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还有做各式各样的检查 做各式各样的扫描 都找不到原因 医生都是说你没病 医生都是这样说的 我妈妈有一次我回去 她说我就是不舒服 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什么病 那我说 假如医生都不知道的话 我不可能知道的 她说你不是学神经学的吗 你学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吗 像这种事非常直接了当地冲击到我 就是说我们所学的 到底用处在哪里 你知道我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自认为我也学过心理学 就是我自认为我很懂心理学 我也在精神病院里面实习过 所以我也了解精神病人大概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认为我母亲是真的在受痛苦 而不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才哀哀叫的 换句话说她的suffering是真的 可是没有人能帮助她 然后她去的是伯加吉的医院 是最好的医院 换句话说 而且我弟弟本人也是医师 所以她所受到的医疗照顾是最好的 可是她现代型的医疗照顾 没有办法帮忙她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深化的程度跟我的亲身经验有直接的关系 我过去只是从学旧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我躲在我自己的象牙塔里面 我的父母亲没什么问题 我看到我的同事我的朋友 面临到这个问题 我很同情 然后我没有感同身受 就是我现在的心境跟我十年以前最大的不同在这里 那至于对于婚姻的看法 现在年纪大了 这真的是你开始会珍惜以前完全忽略的东西 就是说你年纪新的时候会胡思乱想 那真真的想过其人之福 那这个现在开玩笑 那这就是 Anyway 总而言之 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观察到这些问题 都不是出自我的学旧的兴趣 OK 还有问题吗 有 你念给我听 这个施景云小姐吗 重阳节时台北市学校推行祖孙周 关怀老人 但老人越老越独特 如何从生活中教育小朋友 关怀老人呢 我们都自己做过小孩 你用一点同理心 孩子应该快乐的 而且你告诉他他也不懂的 我在猜 年纪大一点的人需要负多一点的责任 而不是让一些无知的小孩 小孩子天真烂漫 可是你不应该让他负太大的责任 年纪大的人要负责任 毫无疑问 我们假如不学习怎么样负责的话 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学习 还有问题吗 当然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在日本也是 在台湾也是 这是事实 那就是说现代的女性越来越不敢于被压抑 这是事实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 还有更多的女性在继续在suffering 这毫无疑问 OK 不过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这个趋势 谢谢大家 我想 你也累了吧 还是 如果你刚才进来这喝过两杯咖啡 我没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问题 那么好 我在最后一个了 就是说陈明洪先生在吗 好 你问的最后问题 你再说 记得吗 还记得去 我一再强调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这个问题 OK 那我现在在做 就是唤起人心的事情 知道以后 那当然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 更多人关心 说不定我很多观察是错误的 我认为数字不会骗人 可是我对于问题的判断 可能是错的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要有更多的人 注意到这些数字 有更多的人 注意到这一个问题 然后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 那我们才有可能 第一 达成共识 第二 由于有那么多人的参与 才有可能想到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在做第一步 我相信 我用这种方式来讨论 这一个问题 跟各位所曾经听到过的 大概都不一样 我相信 譬如说像去年 我们国内有一位 很伟大的人物 说解决高龄社会的问题 的好方法之一 就是让老年人不要退休 你仔细想想看 老年人要是不退休的话 我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要给年轻人 一点点希望 严格讲起来 假如我是年轻人 我看到这数字 我不会觉得有希望的 现在18岁的人 他60岁的时候 有退休金吗 各位 你想想看 可能吗 社会上有三分之一人 是老人 他可能有退休金吗 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局的 这个数字都是很清楚的 过了50岁以后 人过了50岁以后 他的健康开支 是可怕的高啊 很快 很快 超过65岁的老人 所花掉的 这个健保的预算 要超过一半 年轻人怎么办 我们就先告个段落 我们先结束 可是我想王老师 会留下来一下 还有朋友听众 想跟他讨论问题 可以再跟他谈 我希望下次 我们再请王老师 来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讲一点 比较轻松的题目 你要改穿一个 比较不一样黑颜色的衣服 那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的参与 是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